除了IPT之外,當然還有LATS,還有Write 其實這邊比較重要像LEN,我們等一下會用到 其實文字函數裡面,這邊從上到下有這麼多 其實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把每一個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不是要你死背,而是你至少要知道說 當你想要用哪個功能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函數可以幫你達到這個目的 比如說像這個,你想要取得ASCII Code裡面 這個都比較稍微難度一些些的 像BIGFY就轉全形,轉半形 全形半形的轉換 那應該工作量多或少,還是會遇到 只是說少,那如果你遇到的話,有沒有辦法轉成半形 比如說裡面,除了一個裡面有全形的 一下子轉成半形 OK,檔案就在這裡 OK,那另外的話還有像轉全形 還有像取得一些ASCII Code的對應表 這個用到的機會不多 其實相機概論裡面應該是ASCII吧 這個實際上指的就是電腦內碼 就最早美國在設計的時候 反正鍵盤上面有哪些動作 它對應到電腦裡面,該對應到哪些內碼 實際上這個我想各位此理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不是要你去背 而是說你稍微了解 像Fy函數也用到蠻多的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一個儲存格裡面的文字 你想要找哪一個字的位置 那可以配合一個MID函數 可以做字串的切割 比如說像之前有同學問到 它儲存格裡面它就是要找超連結 就超連結它想要把它抓出來 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但是每一個儲存格的超連結位置都不同 那我們可以用Fy函數 配合什麼呢 MID函數 就可以做字串的切割 這個時候你就不需要自己再慢慢去選取 複製貼過去 因為這個其實太慢了 如果你會Fy函數 配合MID函數 其實就可以做出很多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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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來 那Fy有Fy跟FyB B的話是用By詞去去去去找 這個我想各位大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個練習題 它主要是要判斷 那個身份證字號呢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那身份證號在這裡 正確的話應該只有多少 10碼嘛 所以如果說它不是10碼 那表示它有錯誤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LEN 然後呢它會跟你要一個東西 叫TESA 你給我一個身份證 TESA指的是文字 它會幫你算這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OK 回來的話呢 那就是10個字按確定 OK 那你向下填滿的話 OK 基本上 我選應該是上面這個 沒問題 把這個剪下來 放在這邊 好了 基本上呢就算長度 就是說呢 到底這個裡面是不是正確的 然後我們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應該是選 這個應該是 不是B12 是選這個 打勾一下 OK 那底下的話呢 當然這兩個是錯的 所以如果你要判斷 這邊可以加一個是否正確 Yes或No 好了 那你可以用什麼插盤數 文字 如果你要做邏輯判斷的話 當然它另外有個類別 這個是下一個階段會講到邏輯 不過我們剛 我們會先用到 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的長度等於10的話 比如說等於10 那表示它是Yes 我們給一個Y好了 反思的話就是No OK 給一個N好了 OK 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顯示出Yes或No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好 第一個 順便講一下 可能還常用到像這個生命字號的性別 那性別 一般是取得那個 有沒有 第二碼 如果是一男生 二是女生 那可是問題 這個當然你需要做一些邏輯判斷 不過在邏輯判斷之前 你要先取得第二個字 到底是一還是二 所以你其實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 函數 有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可以分階段完成 比如說你可以第一個階段 先怎麼樣 先去 用那個什麼呢 用那個MID的函數 我們又切回到文字 那如果說你要抓的文字 剛好是在第二個字的話 OK 第二個字 那你可以用 Labs 也不行 Write 也不行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一個叫MID MID 這個函數 按確定之後 這個時候 你給他一個文字 好 給身分字號 再來他會問另外兩個問題 其實以後啦 我是覺得你函數不用死倍啦 看懂他到底問你什麼 你給他對的 他就會給你你要的結果 所以其實什麼叫函數啦 函數是有點像一連串的問答 他問你什麼 那個函數會問你什麼 你給他什麼 他會結果Return 就返還一個結果給你 那個是你要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Star 這個Lumber StarLumber 意思就是說 你從第幾個字開始 我從第二個字開始 那Lumber 指的是Lumber Chars 指的是 這個Chars指的是字元 幾個字的意思啦 OK 那我們要一個字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會給你結果啦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是他 這個原來的身分字號 那從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取幾個字 取一個字喔 這個時候就抓到 有沒有 有沒有1 不過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1呢 是指的是文字的1 不是等於那個 這個這個 數字的1喔 文字的1 跟數字的1 不相等喔 那怎麼看喔 其實你可以看喔 他返還前後有 雙引號 有沒有 有雙引號呢 表示他是文字 兩個是不一樣 數字跟文字是不相等喔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欸 好 第一階段完成 那可是不是喔 我們要的是性別 你給我1幹嘛 所以不對 你可以第二階段 可以再把公字減下來 減的時候呢 不要減到等號 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有沒有 一幅 然後呢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那因為回來的 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生 如果等於2的話呢 那就是女生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喔 我們就可以設一個公式 但是喔 這個公式 你會發現 輸入男 跟輸入女 好 OK 可是你會發現喔 假設我這個時候按確定喔 他會怎麼樣呢 全部都是女生 欸 為什麼 欸 對喔 所以這地方喔 切記喔 這個常常犯的毛病就是喔 搞不清楚 你給他1啊 這個是數字的1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前後加上雙引號 就完成了 OK 你按確定啦 當然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OK喔 所以這個應該是 基本的喔 可以簡單的概念 好 那順便喔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是 這個地方喔 可是我們工作上面呢 常常都剛好是顛倒 我後面要用數字欸 我們因為我們習慣都是用數字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前面後面不能轉 便要轉前面的 對不對 前面的話 它這個是一個 文字 那你就這邊 把前面的文字 先轉成數字再來比 所以你這個時候需要一個什麼 把文字轉數字的函數 OK喔 那那個函數呢 在 這裡面就有了 插入函數喔 你在文字裡面就找就有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請你們喔 有空的時候 可以稍微 在文字啊 那裡面很多啦 每個類別有空的話 就稍微去轉一下 其中會有一個函數 它就是這個功能 哪一個呢 不過你不要從頭到尾看啦 其實就最下面這個 OK 最下面這個喔 叫Value 有沒有 將文字 資料 轉換成 數字資料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那你只要怎麼做呢 如果你剛剛這個邏輯判斷 你不想要改後面 你想要改前面的話 那很簡單嘛 就是在 前面東西 加一個Value 然後 前刮斧對不對 後刮斧記得刮在這裡 你刮斧 只要不要刮錯就好了 反正就是把 原來這個裡面的資料 回來的東西 把它怎麼樣 再包一個Value 那它本來回來的是一個 就是切 用密的切出來 是這樣子的東西 經過Value之後 它把這個東西拿掉 這樣子兩個就相等了 OK 應該可以了解 所以在裡面蠻多變化的 所以做出來結果 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OK 那差別只是說 後面 就是 數字或者文字 其他的話 我想 MID函數這邊也有其他練習 提取 從第幾個取幾個字 這邊都有 自己練習一下 我想都差異性不大 好 那我們有 剛剛的這些 函數的概念之後 如果我今天要來看 綜合練習題 請各位用什麼 rept加ln 那我該怎麼做 等於 記得喔 一定是一個文字 09開頭 串接用end 串什麼呢 串這個 再一個end 再一個這個 減的符號 minus符號 那 其實你 當然可以 其實可以不用一次到位 有的時候你可以先打勾看一下 是不是你要的 好 是你要的 再繼續往下 and 比如說我要先 判斷說 他有幾個 要補幾個0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判斷呢 其實用什麼 先打一個rept repeat什麼東西呢 repeat0 那repeat0對不對 那repeat幾次呢 有沒有 他這邊會顯示 那就是用3去減 3減掉 什麼東西呢 它裡面有幾個字 LEN 有沒有 OK 裡面有幾個字 你點這個格子一下 這個時候呢 因為裡面有兩個字 所以3減掉2 1嘛 所以重複一個0 記得後瓜補一下 打完之後呢 你可以先 不需要一直往後 你可以一階段一階段 然後打勾看看 沒錯 補了0了 可是後面的東西呢 再把它補上去 所以後面記得在end 什麼呢 end 的 的 G4裡面原來的東西 打勾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那再來後面 墨碼其實跟區碼 它公式是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儲存格不同 所以 我們還像前面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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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minus 符號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 這個end 一直往後面 複製 記得連end一定要複製到 Ctrl C 移到這個後面 Ctrl V 把這個 G4改成H4 把G4再改成H4 好 打勾一下 結果完成 點兩下 OK 完成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 其實這也是一種技巧 就是說 有的時候呢 你不需要勉強自己 一次把它全部做 沒有人說一定要 反正你就慢慢 先把你看到的慢慢慢慢慢慢的 逐步完成 那這樣撰寫起來 其實 也比較可以 不容易犯錯 OK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我們利用那個 LEN這邊的範例 去做練習 先這個長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利用那個 REPT加LE Repeats函數跟LE函數 可以把我們要的這一個 就是重複幾個零 這部分 可以把它做出來 所以未來 假如你遇到類似的這種 這個 這個題目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文字函數有這些用法 當然文字函數裡面 不是只有這些了 還有很多其他 我們可能沒講到的 所以 這個 我們上課這本參考用書 其實就有蠻大的作用 裡面就有一類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裡面有相當多的這些範例 可以回去試做看看